2023桃源客家影音竞赛颁奖典礼在日前盛大举行 配合短影音时代来临 古临民众又一分钟的短影片 从日常美食机旅行等多元面向介绍客家文化 这次一共有57件作品参赛 最终由客家过年亲戚歌获得特优赏 客家过年亲戚歌是因为比赛之前刚好就是过年前 过年的时候大家会回去见亲戚 然后很多亲戚其实会忘记说他们那个称谓要怎么讲 就连华语的你可能都讲不出来 更何况是比较少讲了客语 那我们想说拍一个教大家怎么去用客语讲亲戚的称谓 像是阿姨啊 然后舅舅啊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可是我们又怕说 如果我们拍教学的东西太严肃的话 人家会觉得好无聊这样子看不下去 那我们就想说要想让他轻松一点 然后再加入唱歌的元素 然后就开始做了啦 然后我们一开始想到就是用谐音 另外黄承恩则以文水老街茶寿文化介绍夺得优秀赏 藉由传统工艺区域文化向民众传达客家精神 这个影片呢是在苗栗的温水老街介绍茶寿文化 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介绍这个文化 是因为茶寿其实是温水老街独有的客家文化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茶寿是用来早期客家人用来保温保冷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觉得非常特别 那边也有一个很大的溜滑梯造景 是以茶寿文化作为主题的 然后从小我就是跟阿婆学客家话 然后对温水老街也有很深的感情 所以当我知道要以客家文化来做 短影音的主题的时候 我就直觉就是茶寿文化讲 我觉得非常惊讶 然后也很开心 就是很荣幸地得到这个讲 陶渊市客家事务局已经办理八年的客家短片竞赛 有鉴于社群媒体席卷民众生活 因此今年转变形式该以一分钟短影音征件 要让各式客家创作内容 以言简意概的方式在社群平台快速流传 客家事务局从去年开始就第一次来推出 一分钟的客家语音创作比赛 那在短短的一个月的证件期间 我们就是收到了将近六十件的作品 那就是希望说民众可以透过手边有的这个手机 等资源可以把自己会的这个客家化 或者是吃过的客家料理 去过的景点 感受到的人文风情 都可以运用手机 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做一个创作 那未来呢 客家事务局也希望可以办理这样子的比赛 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参与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 可以让客家呢 在这个网络的这个领域里面 可以有更高的能见度 二十二三桃源客家影音竞赛的投稿作品 从不同角度介绍客家料理景点 民俗庆典更有人文关怀 族群融合的生活经验及客与教学等 希望能透过生活化的内容 迅速抓住网友眼球 提升客家的传播效益 记得来为一桃源播导